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是爱用品分享 今天的爱用品呢就不只是包括护肤跟美妆的部分 还有一些日常用品跟一些首饰啊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前面先说一下我是混合偏干的皮肤 那我们先开始从肤肤的部分说起 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Sunday Riley的这个好基因 另外一个也是Sunday Riley的Luna油 这两个呢Sephora里面卖的一个kit 就是他们两个是一套的 我买这个产品还蛮保值钱的 买的时候我脸上还蛮常长痘痘的 那时候我就在微博上有看到还蛮多种草贴说 这个简直就是抗痘神器 脸上特别严重的那种复合型做窗 都可以用这个把脸修复到比较平整的状态 而且Sunday Riley这两个我在晚上看到的评价是说 他们是去闭口神器 是可以以肉眼可见的状态 看到你皮肤变得特别的平滑 anyway 然后这个按照他控管上的要求 是说先apply这个Luna油 然后因为它是蓝色的嘛 你apply到脸上你要把蓝色的地方 然后把它摩擦到成透明的状态 吸收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apply完这个之后再用 再用这一个好基因 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关于这个产品的就是 他们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 这个Luna油的味道 就是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晚上的人说像那种烧塑料的味道 我好基因这个就是螺蛳粉味 真的是螺蛳粉味 就是臭臭的 而且我每天晚上都要屏着呼吸 把他们涂上脸 怎么会有护肤品的味道可以这么难闻 就是真的很难闻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质地 这个是水上的 蓝色的 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要涂开好像是有点蓝蓝的 你要继续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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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涂到透明为止 再apply好基因 好基因呢 哇真的好臭 我不想挤出来 丢丢好了 乳白色的液体 它很容易推开 然后水水的 但是好臭 它涂开我觉得它的质地还好 它的质地 质地是合理的质地 味道就不合理了 我最近不太长痘 就长了一点点 主要是想说 拿它来去一下闭口 而且它们很贵 买了不想浪费 这一套的话 我在Sephora买 每瓶是15ml 大概600多人民币 走回来 但是它单瓶的话还蛮贵的 我看到单瓶它都是卖30ml的 这两瓶的都是要85磅 其实我只是用了不到一个星期 早上起来我是有觉得脸就是比较光滑 我就想继续用下去看看效果有没有变更好 但现在来说我是觉得好像还不错 但是因为我不太长痘痘嘛 听说长痘痘的人用的话是红肿的大痘痘 就是会消得很明显 长痘的人跟预算比较足的 可以尝试一下 效果什么的评价都还不错 现在要说的是美妆的部分 这一瓶 胶蓝的primer 这瓶也是很多人都说很好用 特别是对于干性的皮肤来说 它就是这种透明的液体 然后有金光闪闪的在里面 它涂上脸的话 就是很水润 纸粒一样的质地 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小镜片 就是你涂上脸会觉得自己的量比较光亮透亮 然后闪闪的就是有光泽感 它的质地就是流动性很强 然后涂开了之后 你看你的手就是很有光泽度 我觉得这一瓶特别适合夏天的primer 外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胶韵湿的防晒 这个防晒很小一瓶 但是它也能够用个三四个月 虽然我在英国感受不太到 就是防晒的作用 比如说有特别让你不变黑 推开怎么样 但是因为反正是我每天化妆的必要的步骤 因为我个人偏爱这种好推开的质地 我真的很不喜欢粘稠的质地 它就是很好推开 然后也没有泛白的现象 我觉得这瓶还不错 要说的是这一盘 Huda Beauty的眼影盘 这一盘应该被各大彩妆脖子都推烂了吧 就是它的颜色真的非常优质 它叫日落盘嘛 沙漠日落盘好像是 它的色就是又夸张又日常 我觉得它的色很全 它的这个雅光色跟这些闪光的色都很多 这个盘的颜色特别适合夏天 色彩平分 这个盘还有另外一个新闻的地方是 它的粉质很好 上色度非常强 给你们试几个色 几个颜色 它的材质很顺滑 就是不是那种粗糙的粉质 它上色度很高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这盘的颜色就是又多又全 又日常又可以party 虽然它也不便宜 但是买这一盘几乎也可以不用买太多别的颜色了 要说的是这一个单色 这个单色用上眼睛真的非常好看 这个是Kiko的 颜色叫High Pigment 黄色的话我觉得夏天超级搭 它还可以跟其他红色啊 橘色啊橙色类的混搭在一起 它的黄色黄的非常的正 不是那种特别螢光的黄 我一开始很少尝试黄色的眼影 就是觉得可能不日常啊 很难搭什么的 但是我用上眼了之后发现它其实一点都不服务 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夏天 这是我除了红中色系之外 最喜欢的颜色了 接着我要说的是这一个BECCA的高光 颜色是Moonstone 就是那个月光石 这个颜色就是很多人说比较适合亚洲的 它的颜色大概就是这样 有一点点香槟色 香槟色上脸的话是真的比较自然 而且BECCA的粉质我觉得还不错 我买的这一个是小的 迷你版的 因为大的高光 真的是用十年还用不完 我以前买的一个大高光 就是Mac的这一个 这么大 虽然现在你已经看得到我用了非常多 但是你知道我用了多久吗 我用了有三年多了吧 一直用不完 机智的我 BECCA这个就买了小的 下一个我要说的是这一盒腮红 Kiko出的一个限量版的腮红 它是高体的腮红 它的颜色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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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嫩 我最近就喜欢这种橘色成色系的颜色 来搭配夏天的专容 因为比较小清醒 这两个色就是这样 它就是特别好推 你看一推就推开了 你涂到脸颊上的时候 它也很好推开 就是这样点点点 这样按压就可以了 然后我都会点在眼下这里 就是那种日系专容 特别喜欢 它上脸真的很好看呦 而且不会涂不均匀 也不会卡粉什么的 现在要说的是 头发护理类的产品 第一个是这个 卡湿的发油 因为我以前发油一直用的是摩洛哥的那一个 那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但是用多了之后呢 我就没有感觉到 就是它有特别滋润还是这样的 就是它还OK 但是就是已经没有让我觉得 哦好棒 我的头发特别光滑 我一般上发油都是把头发吹了半干之后 然后把这个挤在手心上 然后这样子搓头发 这样搓 然后再把剩下的吹干 我用这个的时候是有觉得 我吹干了之后 觉得头发很滑 关折度也不错 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椰子味 如果喜欢椰子味的人 可能会觉得它很好闻 另外一个关于头发的产品是这个 是一个热防护喷雾 Heat Defense Spray 然后它是在你吹头发也可以 或者用甲板啊 卷发夹之类的 做头发的时候 就是你先把它喷在你的头发上 然后再用 它最高的防护是到230摄氏度 我真的非常需要它了 因为我现在还蛮常调头发 跟卷头发的 以前卷头发的时候就有觉得 非常伤头发 卷发棒的热度很高 然后每次夹完头发都闻到一股 头发烧焦的味道 就是那种纤维烧焦的味道很重 我就觉得我的头发非常损伤 而且就是发尾会分叉什么的 但是先用这个打底的话 你夹完头发的时候 就头发比较有亮度 没有那种干燥毛燥的感觉 而且你的头发也没有了那种 被甲板烧焦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 下一个部分我要说的是一支香水 就是这个 这个是Mesa Magellan的这个 Replica的香水 这种淡蓝色的颜色就超美 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系列的香水 的瓶声加它的颜色 都是那种超级极简 它的味道都蛮好闻的 Fragrance Description有写它不同的味道 我这个是海水的味道 它闻起来真的是很夏天很海边的味道 这一个是它新出的味道 之前是没有的 然后它这个的名字叫Saling Day 就是航海的日子 这一瓶的香味 就是淡淡的 很清新 一点都不浓重 它的味道很特别 你很难找到虫味的啊 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好闻的是 我设用七七它的那一瓶 叫做Lazy Sunday Morning 它的颜色是全透明的 就是无色的液体 它那一瓶也很好闻 这两个味道我都觉得特别好闻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 其实我不太喜欢买大瓶的香水 但是这个是100ml的 它也只有这个size 因为它的味道太好闻了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买了 你看 这里有我的名字 伦敦的Selfage 可以定制这一个 而且只有在伦敦Selfage用 如果你在什么香港买啊 巴黎买的 它都没有可以定制的 我觉得这个超酷 接着我要说的是两个耳式 一个是我现在在戴的这一个 看得清呢 就是长这样 这一个耳式我是在Mango买的 我觉得Mango最近 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高洁品牌了 它的衣服啊包包啊 首饰啊都好超看 它是有三个色 一个是比较深的 深的粉色 然后到浅绿色 还有这个肉粉色 而且我想说这个作为一副耳式 它真的是可言可甜 既可以搭配那种比较甜美风格的妆容 也可以搭配那种酷酷的那种传达风格 另外一个喜欢的耳式是这个 这个耳式也是来Mango买的 编织的圆盘 再加上这个橘色的流酥 整个构造都特别特别适合夏天 也很适合去音乐节啊之类的 festival outfit 它带上就是长这样 这一点简直就是编织风潮盛行 这两个都是适合夏天的饿舍 那今天我们的爱用品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下次见吧 bye bye 拜拜